美國總統大選現在的步調 真的是到了最後階段了 我們可以看到賀錦麗 依舊是這樣子到了各州去造勢 而尤其是她所到之處 現在都是以這個講台演講的方式 希望能夠收攏人心 不過現在我們從民調看起來 目前賀錦麗還是持續領先 只不過這個幅度還是很微小 大約是在3%左右 這樣子還是在誤差範圍當中 並且我們可以看到 雙方到現在選情依舊拉不開 這個民調有幾份資料 是非常值得玩味的 首先在登記選民的部分 現在登記並且確定 一定會去投票的選民 到目前為止是78% 而4年前同樣的時間 當時登記並且確定 要投票的選民只有74% 可以看得出這一次 美國人願意投票的意願升高了 並且更篤定他們自己的選擇 那麼民調還是拉不開 就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雙方依舊是五波 那麼在議題上面來講 認為說川普比較有能力 處理經濟議題的人 反而是領先的 川普在這個議題上面 則是45%比上40% 贏過賀錦麗 各個議題都成為 現在攻防的焦點 尤其是賀錦麗在今天 最新則被問到了台海議題 針對現在的圍台軍演 他當時是這麼回答的 臨時選擇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贺锦丽这一段话 是他在迪特律机场 接受访问的时候 短暂的回答 而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贺锦丽到处跑场 就是希望除了能够巩固 民主党的基本票以外 能够再多拉拢一些票源 特别是现在非裔黑人的票 那么其实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台海议题 也成了攻防的焦点了 而川普方面之前 在被问到台海的议题的时候 他则是这样说 他说如果我当选的话 不会打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跟贺锦丽的说法 有很大的差别 川普就是打模糊仗了 但最新川普要打出另外一个仗 可能就是跟食物有关 现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 就是他之前当总统的时候 曾经在白宫 摆出大量的汉堡薯条 要招待底下的记者 那么其实川普是出了名的 喜欢素食 但最近传出他在20号 即将要赴冰州的这个场合 还要到麦当劳亲自炸薯条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川普到麦当劳这个画面 是过去跑场的时候 他也曾经出现过的 不过这一次 为什么特别要来炸薯条 就是针对说贺锦丽 之前在民主党大会的时候 曾经说自己小时候 在麦当劳这边打工 那么塑造一个 从平民起家 白手起家的这样的形象 川普当时就直接回呛说 贺锦丽是不可能知道 怎么炸薯条的 而我们说了 在这一场选战当中 非常重要的就是得冰州 得天下 在这个状况 他在冰州的这个场合 特别要去炸薯条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意味 挑衅的意味是相当浓厚的 而国际间另外一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现在的战争情势 到底能不能平行呢 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最新 又空袭了尼巴嫩的南部大城 在这边造成了六人死亡 那么死亡人数当中 一名是当地的市长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 当地的现场是满目疮痍的 这个状况 目前以色列的攻击 已经开始引发了人道上的争议 甚至连美国都跳出来说 如果以色列再不让这个人道援助 能够进到加萨走廊 或者是说进到现在的尼巴嫩 他们就要停止军事援助 可以看到说以色列现在的做法 连各国当中都开始传出了 踏伐的声音 以上是掌握到的情形 把现场交给彭内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非常的紧张 尤其是双边的民调差距一直都拉不开的状况之下 任何议题都成为候选人答题的非常重要的分数 而这一次川普被问到的就是台海议题了 在台海议题方面 当然是因为回应之前的围台军演 但是川普之前对台湾的态度本来就很模糊 他曾经说过台湾抢走了美国的晶片 认为说应该台湾要付出代价 但是每次只要谈到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他向来是打模糊仗的 这一次外界认为说同样是游走在灰色地带 但是相较之下他的说辞比较明确一点 15号晚间他在上一个podcast专访的时候 就被提到这个问题 那么他这一次的说法则是说 如果我当选的话 中国就不会侵台 而这样的说法看似好像是挺台湾 但是实际上仔细分析他自理行间 依旧是没有表态的这个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向来以商人为本的 这样的一个川普 利益倒向的状况是不会得罪任何人的 不过最近可以看到民调差距方面 他跟贺锦丽的差距越来越小 川普的心情似乎也比较好一点 在最新的造势现场 他却充当起了DJ 其实在宾州的这一场造势 当时台下有两名支持者陆续的昏倒 但是在最后 他为了要缓家 邀请大家来听音乐 我们一起来听他当时的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的刚刚川普的这个姿势 或者没有看到放松的川普 或许是真的因为民调差距开始有起色有关 很多人都说这一场选战不到最后 真的是看不到结果到底朝向哪边 尤其是刚刚看到的是共和党的部分 几乎每次的造势现场 唯一的明星就是川普一个人 但是民主党方面就不一样了 最近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柯林顿或者是第一夫人吉尔 都纷纷来替贺锦丽站台 而最新来站台的就是拜登了 我们要了解其实拜登的角色 外界认为说非常的微妙 本来是他要出来选的 后来临时被换奖 拜登这样站出来 除了说表示气度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要甩开过去的包袱 因为现在贺锦丽碰到的最大挑战 就是很多人其实对这几年 拜登的执政是相当不满的 所以贺锦丽这样出来 她自己说自己会走自己的路 但是这一次这段话是由拜登来说 拜登说贺锦丽会走自己的路 其实这一段话说的相当尴尬 因为意思是难道只说 贺锦丽会做得比自己更好吗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每一次拜登在出现的时候 她的造势状况都让外界 有许多可以解读的部分 而现在贺锦丽的部分 在乔治亚州最新的早期投票人数 现在已经破纪录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状况 对贺锦丽是有利的 尤其是在早期投票的部分 向来是民主党这边的支持度比较高 但是最近从这个选民登记来看 共和党又似乎有往上涨的趋势 甚至有专家预估在过去两年内 民主党这边失掉了200万的票 所以最后分析会是怎么样 这几天的民调就值得观察了 把现场交回彭林 现在美国总统大选的脚步逼近 外界都开始对于不同的选民族群 做一个特写 尤其是美国是大而熔炉 但不同于从种族或者是性别来判别 现在纽约时报的这一篇 最新报道当中 发现说有一群族群 他们是川普的支持者 但是他们其实并不完全相信他 这非常有趣 我明明支持他却又不相信他 那到底相信什么呢 这群选民特别是针对川普的一些狂言 包括说他当选之后要把政敌给关起来 或者是说他要把司法当武器等等 他们认为说这些东西虽然说看起来舆论上面会伤害川普 不过这一些死忠的粉丝们认为说川普 那不过是一个表演政治语言而已 尤其是在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当中 特别访问到了一名中立的选民 他说自己过去其实没有特别支持红 也没有特别支持蓝 但是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他看了川普的许多表现 他认为说他只是想要登上媒体版面而已 并不会真的做出这些激进的举动 而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川普的这些狂言 以及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原本只会吸引到说是比较激进的一些选民 但是在这篇报道当中 可以看到有另外一群特别的选民 把这些东西诠释成另外一种表演 他们同样也是理性的选民 而选择说川普在当选之后 还是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 在台面上轻风鞋雨 那么这一群选民 会不会影响未来的这样的一个选情 外界认为说现在每一票都很关键 尤其是现在选举的脚步逼近 任何的议题都会影响到 川普跟贺琴莉之间的选情 像现在新的议题被抛出来了 就是川普跟普丁之间的关系 之前水门案的爆料记者 在他的新书当中就提到了说 川普在COVID-19最严重的时候 居然把试剂提供到俄国给普丁做使用 即便在这篇报道当中没有提到说 到底提供了多少试剂 不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确实伤到了川普了 舆论开始讨论 甚至有媒体就直接问他说 你到底有没有跟普丁通过电话 而川普的回答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川普呢 最后是说我不谈这个这是他非常有趣 并且聪明的一个做法 当他在被问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 包括今天上午我们报道过说 在问到台海的问题的时候 他也不会正面回答 在灰色地带等于说是另类的保护自己 川普的对手贺锦丽 接受专访时则表示 他当选之后会将大麻除罪化 贺锦丽最近又有被关注的 这样一个政策谈论了 我们可以看到贺锦丽在过去 辩论到现在 外界说她的蜜月期开始逐渐下滑 因为之前这个辩论上面的表现 后来她并没有提出什么 出色的政绩 但是现在她抛出了这个 让外界都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政见 就是要让大麻除罪化 而为什么会特别针对大麻这个议题呢 原因就是因为在不久之前 还记得欧巴马公开亮相的时候 说非裔的男性选票开始流失 那么外界认为说贺锦丽 其实过去在当检察官背景的时候 就常常针对大麻 以及其他的一些政策 做出一些比较中立的判断 而现在她打出的这张选票 外界认为说针对性相当强 就是在针对的是非裔的男性族群 而这样的选票会不会回流呢 就要看接下来这几天的民调了 以上是本节推播话题 白现场将会捧令